基隆市政府的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即将满周年 每集邀请不同来宾 探讨与基隆有关的人文历史 生活旅游 市政宣导与节日活动等主题 收听人数持续成长 在1月23号突破Apple Podcast收听平台 在政府类别取得了第六名的亮眼成绩 让团队相当振奋 我们Podcast开播已经快要一年了 在这一年的期间之内 获得前六名的成绩 那在这段期间以来 我们也不停的在进行一些 节目内容的调整 从原本最初的这个市政宣导 然后不断的去加入 例如说像是人文历史 还有生活旅游 还有节日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美食的内容 那逐渐的把我们节目的多样性给打开 那基隆Podcast也成为了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所喜欢的一个节目 那在未来呢 那我们也会未来会计划 就是说希望可以加入说关于健康方面的议题 例如说像是运动伤害 或者是饮食 或者是如何吃得更健康等等的这个主题 来更贴近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需求 基隆Podcast团队是由市府发言人余志明担任主持人 新闻科长刘宇晨负责专案协调 每边宣传王思平 新闻撰写林毅宏 专案管理汪家威 摄影陈云章 共同发挥团队的战力 来行销更好的基隆 其实早期我们在Podcast开播的时候 其实节目的分工还不是很明确 那到最后我们开始依照我们各个工作岗位 然后把同仁的专业跟Podcast的工作任务需求来做一个结合 那像是在我旁边的家威 他就是负责我们整体的这个专案管理 就是他每天都会到我办公室 跟我讨论说节目的走向 还有要约访的来宾的进度等等 其实工作非常的辛苦 而且繁琐 包含说访我们的这个来宾的这个约谈 也都是由家威来进行的 那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云章 云章他在我们Podcast里面 主要是担任就是摄影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 他也是那个我们基隆士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史老师 陈青松老师的儿子 那所以说我在文史方面的主题 我一定都会请教云章 所以说我们的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文史的这个主题是非常的 他的丰富度是非常的足够的 那科长的部分他也很辛苦 他也是帮我排除万难 去帮我们解决很多专案上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帮我们去协调各 我们政府单位各部门的一些需求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思评 那思评他就是帮忙做我们的美宣还有宣传的部分 他也会把我们最及时的这个收听的资讯的这些数据来提供给我做参考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还蛮专业化的一个团队 那也很感谢说我们团队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严谨的分工 然后导致说我们可以在这一次挤进全国第六名的一个成绩 为了感谢听众 基隆Podcast也将规划感恩活动 让听众朋友提供建议心得或是企划主题 节目也将提供精美的小礼物 感谢长久支持的听众朋友 所以我们基隆Podcast特别在有制作一个云端表单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出一些建议 那除了多提出一些建议之外 我们也会想知道说 大家在基隆Podcast里面有听到哪些主题 那听到的主题又有哪些内容 那这些都欢迎大家在表单上做回应 那我们这次只要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大家对Podcast的一些意见 所以只要有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反馈活动的 我们都会有这个参加奖 都会有这个参加奖 那主持人这边呢 也会挑选出内容比较丰富的 那前几名的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特别奖 特别奖是有基隆塔的一个微型积木 那微型积木是 当然是我们的压箱宝 所以这次会特别针对 特别用心的听众朋友 前三名会来制证这个微型的积木 那微型积木的话 它本身是有基隆塔的一个完整的造型 所以拼凑起来之后会 虽然会有点好功夫 但是会相当有成就感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特别奖 那普奖的部分呢 我们准备的是羊毛毡的明信片组 那明信片组里面一共有12张我们在以往美丽基隆的比赛的那个比赛的作品 那比如说像是正兵的色彩屋 或者是我们的 这是球子山灯塔 所以每一件的摄影比赛作品都是非常得奖 非常的精美漂亮的这样子 对 那增长起来就会蛮有增长的价值 那羊毛毡的部分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用途 那大家都可以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让我们的Podcast能够更为精进这样 详细的活动办法将在魅力基隆脸书粉专进行公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